偶尔给小鱼苗喂点鸡蛋黄 改善一下伙食也是挺不错的 好吧今天啊是巨姿买了一个熟鸡蛋呢 给大家看一下啊 咱们就来用这个鸡蛋黄 来怎么来看一下喂这个小鱼吧 好吧 第一步啊肯定是要想办法把这个鸡蛋啊 给敲碎是吧 简单 哇哦 这一半呢就留给我吃吧好吧 当然我们不可能喂这么多啊 然后只需要 捏一点点啊捏一点点好吧 这一点点够用好吧 我们给它加一点点水 然后怎么样 然后把它搅拥啊 好搅到这个状态基本就差不多了啊 然后啊我们肯定是要给它喂一点给小鱼苗吃是吧 众所周知啊这个鸡蛋黄啊它稀释之后呢它也是很小粒的粉状啊 所以说这个鱼苗啊也很适合这个鱼苗开口吃啊 但是呢这个鸡蛋黄啊肯定是没有那个蜂年虾的幼虫营养价价值那么高啊 然后呢这个东西啊这个鸡蛋黄建议不要多胃啊 而且啊这个鸡蛋黄很容易脏水 你一旦胃太多了吃不完了 它就会立马把水体搞脏了是吧 来你们也吃一点吧你在这里跳 好就这样大概也是正常量一天喂个四五顿啊 如果要喂的话一定不要喂太多 因为这个东西脏水太快了 如果你每天都喂的话那肯定就很容易就把水给搞脏了啊 我是不建议大家去长期喂这个鸡蛋黄的 偶尔喂一下给他们改善一下这个食物也是可以的 但是建议不要长期喂啊 特别像我们这种生菜鱼缸是吧 没有过滤的话很容易一下子把水搞脏了的话 你就会后期很麻烦好吧 然后剩下来的这些鸡蛋黄呢 你可以把用个保鲜袋啊把它装起来 然后放冰箱里速冻啊冷藏 然后想喂的时候就掰一点点啊 一点点就行了 想喂的时候就掰一点点来进行这个喂啊 这个问题都不大的好吧 好了这期这个鸡蛋黄啊 怎么去喂养这个小鱼啊小鱼苗啊 视频就到这里了啊 喜欢的记得记得一定点下关注哦 我是养元小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